自黑客帝国后,基努里维斯已经在主流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好一段时间,4月23日,在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,基努里维斯带着导演处女作《太极侠》亮相,而他自己则在片中出演反派角色。 基努里维斯表示,这部电影的缘起,亦来自14年前他拍摄的《黑客帝国》,对中国全数产生迷恋,当年他借着中国功夫成为风靡全球的偶像,而今他偷逃暴力,用电影的形式试图把中国功夫推向世界。 《太极侠》这部东方色彩浓厚的电影,对基努里维斯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,虽然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,但基努里维斯此次第一次出手当导演,并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中国功夫题材。 影片也在中国融资,取景拍摄,主要角色也都是华人演员担当,甚至连对白都主要是中文。 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,基努里维斯和中国导演吴宇森共同担任颁奖嘉宾。 在颁奖之前,基努里维斯透露吴宇森正是他的偶像,而吴宇森也表示,他们的电影也存在着共同点。